这就是最近很火的吕布720攻击出装和名玩 原作者说了他用这套出装已经一年连续霸榜国一吕布 连续五个赛季打上了巅峰赛2600分 听了他说的话呀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在天上那个乱肥 你们也不要好奇为什么牛在肥 因为底下有人在吹 所以对于他的说法我是表示怀疑的 为了证明我说的对 所以我直接就开启了这局比赛 试验一下他的出装和名玩 开局我们就直接拿了第一滴血 你别说这套出装的出门伤害就干到了702 是我见过最高的了 后面我就去了敌方的野区 这一看就看见了老欧 老欧看见我就像耗子见了猫立马开溜啊 我一个龙白尾直接打中他们两个 此时正在打野的药闲不住的 也帮着老欧过来打我 李华也来了 我那拖动一技能转了个圈 还是攻向了老欧 直接打下他之后 对面三个人还在追我 我立马发动大招 落地龙白尾 对面几个人瞬间残血 残血的药竟然也给他吓跑了 此时的我血量也是不健康的 对面的人员还在追我 先吸一口 我们缓缓的往后退 泛出闪现 回头吃个血包 补完我们的血量之后 回去干狂铁 一个葡萄公鸡 直接拿下 这波对面四个人打我一个人 还让我杀了两下跑两 这套明文的确是有点东西的 至于后面的出装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在看后期 头一转 对面的第一座防御塔就不保了 轰爆它之后 我就看看对面的野区 有没有人 只可惜 没人 那么第二座防御塔 我们就可见的推 这时候狂铁又来了 我们先吸一口小兵补充血量 一个龙白尾再去打狂铁 这时候杨一环又来了 我们先不要准备打招 直接一个龙白尾打出真实伤害之后 落地直接打招 龙白尾 狂铁直接被我们的一千多的伤害直接嘎掉 战队半血的杨一环 我们更是直接一个龙白尾打出了2223的伤害 我的天哪 就在这时候东方要回来了 直接龙白尾打向他三连角色 这比赛刚刚进入五分钟 我们的伤害就已经拿到两千多了 属实是有点恐怖 镜头再一转 对面的第二座防御塔也没了 就在此时 我仿佛得到了心灵感应一样 我就知道对面要来包围我了 首先出来的是东方要 然后是对面的射手 我直接开启大招 落地龙白尾 射手直接被我赶回了家 接着狂铁开大 对我来说 那简直是没有用 龙白尾送他回家 接着李华也被我打成了残血 后面我们一下一下的打着老牛 直接临时刺死 就是一个三连角圣啊兄弟们 中期这套吕布的出装 对我来说已经很厉害了 一个大招的旋转伤害高达两千六 龙白尾伤害更是高达三二七七 我的天哪 一个龙白尾下去 对面的残的残 没的没啊 真是不敢想象如果这套出装出完了之后 这伤害能高到哪里去 时间进入十一分钟 我决定不等了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神装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伤害已经超越 普通猪装的吕布了 我现在只需一个小小的龙白尾 直接来一个大招就能顺秒各种脆皮 再来一个龙白尾三千四百八十的伤害 一个普通公鸡那就是一千多的真实伤害 没有任何的脆皮能扛住我两个龙白尾 我的普通公鸡对他们来说都是致命伤啊 兄弟们 简直是变态 大家赶紧去试试吧 这套出转有点意思啊 谢谢大家